看看新闻网 9月17号 娱乐圈爆料人聚春雷的一份长文章 披露了姚晨 林萧素离婚的真实原因 那就是姚晨出轨在先 且达四次 这在娱乐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四个月过去了 林姚二人各自的生活也都恢复了平静 日前 林萧素做客某节目的时候 心情大好 也大方的分享了和现任妻子唐一飞的幸福婚姻生活 2012年6月 林萧素低调地迎来了自己第二段婚姻 和演员唐一飞在武汉成婚 他们的婚姻一开始没有收到太多祝福 一切都是因为外界从姚晨当年离婚时的言论中猜测 唐一飞是林姚婚姻的破坏者 但时隔两年娱乐圈爆料人聚春雷的一篇长文章 将这一切推翻 婚内屡次出轨的姚晨转眼成了婚姻中的过错方 事件有两个面 A面B面 她承认自己的错 可是在这个错之外 这个B面没人知道 事发之后 林萧素对巨春雷爆料的真假性进行默认 而姚晨一直不愿多谈 时隔四个月 这件事已被大众淡忘 做客某节目的林萧素没有谈论 这件娱乐圈狗血事件 但却罕见的大秀和妻子唐一飞的幸福婚姻生活 那家里谁做饭现在 老婆经常下厨 那你是负责选料还是怎么着 还是负责吃饭 就负责吃 与林萧素结婚后 唐一飞就逐渐淡出娱乐圈 专心做起了林萧素背后的女人 自己不可以自己买几件衣服 衣服都是老婆给买 她知道你的身材 知道你的色彩需求吗 她会这个 比如说出去旅游 我们一起去 会专门坐着大巴去 去那个 我可能会拿着电话 在门口打电话 就等她 对 她呢去侦查 然后让我来试 我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那衣都是她选的 对 衬衫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洗衣都是 基本不下厨房 买衣服也不用自己出马 现在的林萧素 这老公是不是做得太潇洒了 这难免会让人产生 他很大男子主义的感觉 这是看来你以为大男子主义 有点大男子主义 我也做不好 对 就是干脆你就让别人做 对 然后享受一切 对 能做一个很好的 就是 家庭主妇 她还是比较淡淡的主义 第一段与姚晨的婚姻 已失败告终 现在的林萧素 看起来更重视家庭生活 从唐一飞以往的言论中 我们不难发现 就家庭观念方面 这两个人 从结婚一时 就是一致的 我骨子里 还是一个比较 有中国传统的 这样的 一个思想的女人 能真正成为一个 贤良淑德的媳妇 我会觉得 很满足 于是两年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 林萧素和唐一飞 仍在享受 他们安静的婚姻生活 对 我觉得幸福 是自己给予自己的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所有人 在祝福你 在看好你 幸不幸福 你自己知道 所有人 再不看好我 幸不幸福 我知道 在聚春雷爆料之初 外界就一直质疑 他和当事人 林萧素的好友关系 把一起利用 林瑶离婚原因 进行自我炒作 事发四个月后 记者偶遇 林萧素 唐一飞夫妻 和聚春雷 在北京聚会 从画面上 三人关系融洽 他们吃完饭后 又重新找地方聊天 这也力证了 林萧素和聚春雷的 好友关系 并且他们并没有 因为这次爆料 而关系疏远 新闻在线 组合报道